嘿士的我喜的啦 如果是從開服玩到現在的朋友們 應該也是面臨了漲草期喔 然後呢我在選擇遺物的時候有個迷思 就是剛開始我一定要選擇套裝 結果我選擇套裝以後發現什麼傷害不太夠 我發現我玩了主屬性做選擇 但是沒有湊齊套裝傷害很不棒 性價比也很夠 當然啦如果你有那個套裝又有屬性效果 是你要的屬性的話那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非常難刷 而且最終ending game目前就是爬塔 爬塔要準備八隻角色 那你八隻角色都要套裝又要屬性效果對 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帶大家挑一個大破荒期間懶人包 還沒有湊齊套裝主屬性效果 我給大家最適合的主屬性懶人包 主屬性對了再選擇套裝效果 話不多說我們出發 好首先我們這個遺物的主屬性的位置 只有1號位跟2號位是固定的 就是橘色值是攻擊力跟精力值是固定的 其他的3 4 5號位的主屬性的詞是不一樣的 當然你有這個副屬性強迫症 當然我們這個目前遊戲最好的屬性是攻擊力 暴擊傷害暴擊機率 如果你是打手的情況下 這三個絕對是首選 但是也沒有這麼好刷 在這個過渡階段的話 我覺得就是能用即可 在大後期再大可能玩到2-3個月後 我們才能夠湊齊所謂的完美屬性 那你看到我們這個獨妹 其實這個沒有湊齊四件套 主要是因為我有在刷 但是刷不到 那主要還是說我覺得是主屬性才是重點 那我們剛剛講到1號位的攻擊力是固定的 2號位的攻擊力是固定的 那3號位的話選擇就很多了 主屬性一定要選擇攻擊力 他其實有主屬性有給到廢陀跟生命值這三種 還有防禦力 那我們這邊3號位的話 如果你是打手職業一定是選擇攻擊力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這種納燕這種 坦克補血型的 我們就是只要撐防禦讓他生存 讓他回血就可以了 在這個打手坦克的部分 好 那我們4號位呢 全部都是給屬性位 你會看到我直接沒有湊齊事件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要的是補護傷害啊 我要其他傷害幹什麼 所以要湊到完美的套裝名稱 又要屬性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直接給他湊個毒傷害 那你是什麼屬性就給什麼 例如說雷弓就給雷傷害 光大劍就給光傷害 我覺得這樣的是最好的 再來是未來的版本 這個傷害效果 5月2號會改強 所以會差蠻多的 數值會再稍微膨脹一點 所以說這個4號位其實很難湊齊啦 那我們就是給對應的屬性 基本上有湊到4件套 這些4件套就這樣 1 2 3 4 1 2 3 4 4件套 然後這個給屬性套 這樣剛好可以湊齊事件 那沒有刷不到的話 我覺得還是以屬屬性為主 好 我們第五件這個 U-Ware 會給這個生命吸收效率 暴擊機率 還有暴傷 那我絕對是選擇暴擊機率的 這邊可以看到 除非你的這個副詞條 已經可以撐滿100%了 才會選擇這個暴傷 或是你的暴傷跟暴率 暴率跟暴傷維持1比2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暴擊機率 這個暴擊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撐寶傷 然後這個補師的部分 我會選擇給予納燕 然後治療量給60% 你會發現你一切納燕 或是切賽亞的時候 普攻一下 一直回這6-7千 這遊戲的補血很廉價 因為黑血機制的關係 早是補血很廉價 所以呢 你這個8隻角色 未來8隻角色 就可以以這個方向去做搭配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體力 福克小克絕對不會花大錢 去刷買體力嘛 所以我目前看 我也是這個都直接 就是點稱通用套 我們通用套就是這樣配 攻擊力 然後雷傷害 暴擊機率 要嘛就是暴傷的暴率 然後補師的部分 就是攻擊 經歷 防禦 然後 他的藥的屬性 最後這個治療量 對 他應對相對的屬性 然後這個系列都還沒配 幹 我玩到現在 90多等 也是刷不完 那附帶一提 我把這個毒公用到毒命元鵝了 元鵝的話 我就覺得還可以用 他下次會拉一篇出來 介紹毒公主 或拉到元鵝 然後有裝務到底好不好用 我們這無課小課的度分 好了 我是Cd喜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個有創立遊戲討論群 可以加入一起討論 新知後遺有在下方留言區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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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